Hello 大家好 我是戴利去看非洲 回到中国了 想不到还能见到非洲朋友啊 这个就是我在乌干达的朋友 他的朋友在中国这边做生意 好像不做生意 现在是 你是个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 今天也是带着他朋友一起过来回过面 所以你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Eddie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吃饭 你来到这里多少年了 4年了 来了4年了 现在已经获得中国的永久居住权了 还是不错的 刚刚他帮我救生了 不是老师 是做生意的 没有教授 只是做生意的 对 衣服 你可以说我们做生意的事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做生意 我也想做生意的事 那不错 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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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到中国来做生意 我会跑到非洲去创业啊 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 跟Eddie's朋友也关注我两年多了 是贵族人 所以说今天他们一起过来 要不要自己介绍一下 嗯 嗨 大家好 旁边这位先生 Eddie 来自乌根达坎特拉 他呢也是来到中国 这边做生意也有4年多 我们呢 谭哥呢 在乌根达去创业哈 也有乌根达人来到中国来做生意创业 这个促进交流 哈哈哈 今天让Eddie吃一下中国菜 筷子 看用的不错了啊 给他一个特写 搞了几个川菜 毛血旺 应该也算是川菜的招牌菜了 火爆腰花 他肯定不知道是药花 他肯定不知道是药花 他怎么说 this one beef right no 猪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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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腰的配菜种的比较多 像猪虹啊肥肠啊 鲜鱼啊 鲜鱼啊 毛肚之类的 猪腰 猪腰 酸糠 猪腰 猪腰 厚 厚 аться 他们说也不吃青蛙 我们之前也有好多当地的做着青蛙给我卖的 但是没买过吃过 跟他们聊的很欢的 像他们这种出国做生意这么多年的 见识啊或者是各方面的都比周边的那些确实好很多 包括说中国各方面各方面好 非洲的话确实有差异 但是很多条件限制 发展的肯定没那么快 反正总的来说 不一样的感觉 But this one 这么多好菜的话 他这么多年了还是不习惯 You come here 4 years But why don't you try to taste the good food You can taste 对啊 来了四年了没把中国菜学好 还是有点遗憾啊 像网上很多主播中国菜吃得很好的 好难得聚一下啊 全力负责过的 好他们也准备去在深圳逛一下 从东莞那边过来的啊 过几天马上就中秋节了 刚刚他们还带了一点月饼 也算是已经随乡入俗了 不过有点奇怪的就是 来到这边四年了 虽然还没有习惯中国美食 刚刚跟他聊天 说实话 对他们土生土长的非诚来说 那很真真切切的感觉到 我们国内的发展 跟他们国家相比 很大的差异 很多东西聊得比较多 这里就不累书了 很多东西之前 可能是能视频当中也看到的 像他们这种智慧到国内做生意 说实话家里面的话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 家庭也比较英识一点的 听他说 他的爷爷下面有48个子女 相当于叔叔阿姨之类的 然后到他们这一辈 至少是200个兄弟姐妹 当然是堂兄堂妹啊 表兄表妹之类的 算是一个不小的家族啊 今天的话 能在这里碰到非洲朋友 也算是个意外啊 称此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